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巴基 欢迎回到巴基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巴基 避坑排雷防欺诈 大家好 现在是美西时间 2021年11月27号周六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 巴基给大家着重解读了 加州劳工部一滴的新的政策 要求领取过UI或者是PUI的大部分人群 都要重新提交你们的工作历史 或者是就业证明 或者是tax return等等情况 那么大家如果还没有看的话 赶紧回去回看一下 因为这期节目非常至关重要 如果大家没有在限定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内 比如说90天之内 提供上述材料的建议的话 很可能会被要求 全额返韩所有领取过的涉业精英 更有甚者会被涉嫌欺诈 要求这样的一个30%的相关罚款 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 赶紧去回看一下 那么另外在上期节目 有很多朋友们加巴基微信 咨询相关的问题 特别是问一下 在未来半年或者是一年 美国政府会不会提供 额外的第四轮纾困法案 或者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纾困金呢 巴基今天给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 最近这一个月 或者最近这半个月 这样的一个拜登政府 他们到底提供的 有哪两个法案 直到大家细细琢磨一下 本期巴基给大家详细来分享一下 这两个法案 一个是叫美国基础建设法案 总共已经通过了1.2万亿美元 另外一个呢 已经是改头换面 叫做美国社会支出法案 总共涉及金额大概是1.9万亿美元 那么这两个法案呢 也是之前民主党人提出的 3.5万亿法案当中的两个拆解版本 可以说民主党人是非常非常的聪明 就是在共和党目前不愿意通过的情况之下呢 把这样一个大法案呢 拆解成两个法案 然后着一的公布 那么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本期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首先给大家关注第一个方面 就是联党目前正式通过的1.2万亿 这样的一个美国基础建设法案 那么拜登呢 已经是正式签署生效 在未来五年呢 将会逐步提供1.2万亿美元 改造美国的基础建设 那么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是包含哪些内容 首先是道路和桥梁 目前大概是提供1100亿美元翻新美国的道路和桥梁 那么无论是生活在德州佛州或者是加州纽约的朋友们都能看到 目前美国的基础建设是跟中国比相差了不只是一点点 可以说比中国最起码要落后大概是20年到30年的时间 好 那么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公共交通 那么该法案呢 将包括有史以来最大的联邦公共交通的一些投资 总共是390亿美元 包括这样的一个现代系统化的这样一个公共设施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就以纽约为例 纽约的地下道路工程 地铁的这样的一个收费系统 或者是地铁的这样一个计划运行 都是跟中国这样一个精确的时刻表相比 跟中国扫码政府相比 实在是差距了不只是20年 那么另外呢还要修理两万四千多辆公共汽车 和五千多辆轨道运输的交通网线 和数千英里的火车轨道 那么总共投资呢是390亿 那么另外呢还有宽带互联网 大家可以知道 中国已经是在几年或者是十年之前 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光纤网络 那么美国呢也是最近这些新建的小区 才有这些光纤网络的设施覆盖 很多呢还是在用有限的开保在进行上网 那么目前呢将投入650亿美元 用于美国的整个宽带建设 宽带翻新 以提高 以保证美国人 大部分人群都能够接受到高速的互联网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美国很多地方游玩 特别是稍微偏远的地方 都连美国的这样一个普通的4G信号 都没办法覆盖 那么就不要谈这些5G信号的覆盖了 好 接下来再来看目前有电网和能源相关的法案 大概是有1080亿美元提升国家电网 那么在像这样一个德州佛州经常保受飓风袭击的地方呢 目前每年都会有定期的飓风 那么在上一次呢 德州也是保受这样一个飓风的寒冷袭击 整个德州的电网50%都是沙当 所以现在呢要提供1080亿美元重建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电网 电动汽车和公共汽车轮度呢将会被支出75亿美元 其中呢将会新建大概是几十万个充电桩 那么目前呢还有一些包括清洁饮用水 大河流和湖泊呢 大概也将会投入550亿到700亿美元 进行相关的升级和管理 像一些大湖地区像密歇根州 这些五大湖的这些地区啊 都是进行要一些翻新湖泊网络的管道 让整个的海上轮度啊更加的便捷 机场要投入250亿美元 道路安全将提供110亿美元 那么目前整个这些投资呢 都将会呐喊在1.2万亿的为期五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拨款当中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样一个基础建设法案当中呢 并没有包含给予大家目前所期望的 第四次纾困自己凡 也就是说给予儿童的福利 或者是给予成人的福利 并不包含在这样的一个1.2万亿美元的 支出法案当中 仅仅是包含一些基础建设 桥梁公路宽带互联网电网 和一些河流湖泊公共设施等等建设 那么看来美国也是到了这样的一个 二十年或者是三十年必须要进行重新翻新一次 整个的基础网络的必要非常关键的时候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 关于第四轮 纾困自己反应是不是有可能达成呢 也就是拜登目前领导的民主党政府 他们很可能要提出一项 1.9万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叫做美国社会支出反应 也是换了一个名字 换了一个招牌 重新再次的拿出给连党进行表决 那么目前来看一下 很可能会在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 那么在美国参议院呢 基本上连民主党党内大概只有连到四个议员都会投下反对票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关第四次输困自己反 那么这些细节到底是包含哪些内容呢 巴结给大家进行相关的拆解 首先最为庞大的一项就是关于这样一个清洁能源计划 也就是不仅仅是在美国在中国现在有双碳减排 在美国有这样一个清洁能源 在欧洲也是有推广这样的一个清洁能源 美国打算推广5550亿美元清洁能源的计划 另外呢包含这样的一个3200亿美元 在未来十年帮助美国人支付环保的进行家庭装修 很多这些新建的这些住房用的材料 很可能在未来都不符合相关的联邦或者是激进的这些州啊 像这些加州和目前的纽约州等等这几个州呢 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住宅的环保标准 那么未来呢就将会提供5500亿美元 在整个大范围进行清洁能源和环保之间住房建设装修 另外呢还要延长到2025年的儿童保育计划 那么大家在最近这一年呢 或者是最近这五六个月 已经看到了每个月的15号呢 都能从美国国助局领取到你们的这样一个0到6岁 拿到300美元 6岁到19岁拿到250美元 那么只会到2022年的4月份报税 也就是彻底的终结了 那么这个法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呢 可以一直延续到这样一个补贴 那么可以延续到2025年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样的一个补贴呢 到底是能够提供多少万户的家庭 这样一个福利呢 白宫估计将会提供大概是超过 3500万户的家庭 可以享受到每年总计高达 3600元 这样一个直接的现金补贴 或者是退税相关的补贴 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覆盖面非常之广 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受限制的人群呢 也就是在年收入不超过 75000美元的个人 或者是家庭年收入不超过 15万美元的家庭 都能够全额享受上述的 儿童保育福利 那么接下来最为至关重要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四周的 代薪休假和病假 也就是四周 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去用上述的福利 那么这个福利会不会被滥用呢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会不会存在呢 八戒相信 无论是在中国 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只要有这种相关的福利 挣得出来 肯定有人去钻空子 那么这样一个四周代薪休假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慷慨了 四周你可以不用上班 全额代薪休假 非常非常的慷慨 那么这个法案的细则呢 我们大家都说等法案公布的时候呢 可以再重新看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至关重要的 关于移民相关的改革 目前众议院呢正在审议 包括民主党提出的 1000亿美元用于改革美国的移民系统 让很多的这些未来的移民 能够更加廉价的 或者是更加简单的 就能够进入美国 规划成美国公民 为美国这样的一个劳动力就业市场 提供庞大的新生的这样的一个就业血液 目前整个的民主党 他们说能够缓解美国的通胀 那么到底会不会通过 1.9万亿美元缓解美国通胀呢 巴结在这里还是要打一个 非常巨大的问号放在这里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个直观传呢 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学龄前阿童 要能够提供美国联邦层面的 这样一个补贴学费 也就是说呢 可能是两岁到五岁 或者是两岁到六岁 目前要上prest school的 那么基本上呢 目前在整个加州纽约州 或者是一些其他各州来看 基本上联邦的补贴是少之又少 或者是基本上没有都是各州里面的财政来进行补贴 那么也是有非常高的门槛 那么在这样一个法案当中呢 要把这样的门槛大幅度的削减 让很多的家庭呢 只要你们生孩子 未来他们的读书啊 这样一个prest school啊 这样的一个月的费用 大概是高达500到1500美金 这个费用呢都是由联邦进行相关的买单 那么目前呢 八戒也能够可想而知 未来这笔费用也是会平衡到各位的纳税人头上 那么整个这个法案可以看到呢 主要就是包含在清洁能源 5500亿和这样一个儿童退税补贴 大概也是有两三千亿 还有呢就是在给予移民相关的这些补贴 1000亿美元 还有在给予相关的带薪休假 和一些其他的额外这些补助呢 大概也说两三千亿美元 整个就是叫做美国社会支出法案 也就是号称第四轮舒坑次纪法案 但是并不包含给予大家 像之前三次一样 一次性的这样一个现金支票 是并没有呐喊在本次的支出法案当中 目前两党正在表决通过的 1.9万亿社会支出法案的 大概的蓝图版本 整个的法案呢高达两三千页 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多的人 能够一页一页的看完 好的 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 那么民主党人也是压在资亚三的号称 这样一个法案 绝对不会增加美国目前的现代通胀 那么目前整个美国通胀 已经达到了过去30年 甚至40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基本上就要破掉6.5%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 感恩节过完 就是圣诞新年这样一个假期呢 很可能物价也会更加进一步的水涨船高 那么未来美国的物价呢 从人们的这样一个身体力行的感受 买东西的花钱可以看到 目前整个的支出 已经不止上涨6.5% 很可能已经上涨超过15% 那么美联储呢 未来已经宣布 会进一步的尽快加紧缩表 和尽快的加息 那么目前有想买房的朋友们 应该抓紧时间了 因为最后一班车 很可能这个大门就在渐渐的关闭 如果加息的话 你们未来 从每个月的支出的payment 就会一个月高出300美元 都不止 甚至高出400到500美元 好 那么以上就今天 关于连岸党这样一个技术建设法案 和目前的社会支出法案 整个第四轮 输公司机反将近是高达3.21美元 巴结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如果有喜欢巴结的朋友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关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